頭不舒服嗎? 這樣體溫器量好嗎? 來嘞,來嘞 奶奶沒關係,你放輕鬆吼 你太緊張的話,血壓會比較高 重新量一次,我來嘞 剛剛量多少? 361 這表示沒有問題 今天我要量血壓了,我這隻手我們盡量放輕鬆吼 嗯 頭痛吼 頭不舒服 會不會 這個會緊緊的,沒關係吼 嗯 頭在亂動這樣 會不會影響 量血壓 多少會有影響,不要相差太大就好 因為老人家他多少,量血壓他一定會動 哦 量好了 362 還沒好,362 哦 溫度362 這個,這個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會造成的? 一般是怎樣? 174,191 再觀察一下好不好? 好的 有時候他會太緊張 有時候他會太緊張 剛剛如果說他不舒服 他呼吸這樣子會有一點快,他一定有不舒服 可能是哪一邊痛 然後可能,也有可能是血壓比較高 讓他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因為量一下,量一下一溫是沒有燒 也不知道說他待會會有沒有發燒的情形 我們並不知道 因為我們 以現在就是他的那個真相就是這樣子 嗯哼 那大便最近最難 大便都很正常 對,大便都很正常 大便都很正常 對 先讓他放輕鬆不要吵他 因為他今天有洗澡 然後他的那個腳有水腫 對,應該是循環不好 昨天就有了 昨天就有水腫 一般循環不好 一般循環不好的話 像奶奶他的 他本身有時候就會很僵硬 像這樣子 嗯哼 有時候也會造成他的下肢的循環 因為不管你就是 不管你怎麼弄他,叫他放輕鬆 他就是有一個習慣 嗯哼 他的睡肢 那他水腫需要去看什麼醫生嗎? 醫生應該也會跟你講說 他你就是 因為他長期臥床 然後做輪椅 然後又沒有辦法動 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 只能把他的下肢抬高 而且他的下肢抬高 我們並不完全像 一般像他們這樣子 腳是比較軟一點 然後可以直接下肢抬高 然後水分就可以往前伸流 可是奶奶他沒有辦法 可能他就是 就是能盡量不讓他繼續腫 當然 可是他多少一定還是會有一點水腫 嗯哼 如果你帶去給醫生看 應該醫生也會覺得 如果說他的尿啊 都還滿 他的尿量都還滿正常的話 應該醫生也會說應該是循環 因為他水腫的地方 其實現在下肢 然後身上沒有 那有可能他是 末梢循環比較不好 嗯哼 所以這個可能要先觀察 因為你說你這樣子 沒有辦法馬上知道他的情形怎麼樣 會 脖子會不會硬硬 先讓他休息 先讓他休息 因為他以你們剛才量的那個血壓 他有現在他有比較好一點 他是呼吸是有一點快 可是可以接受啦 因為一分通完二十二下 奶奶你先 奶奶你先休息好不好 齁 齁 他的腳翹得很高齁 翹得這麼高 他平時都這樣 平時就翹得那麼高 對 他平常會這樣子 他側水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姿勢 真的 你看你給他放過來 他就是這個姿勢 你的平常他就是這個姿勢 他的腳沒有穿襪子 因為他剛才有洗澡 可能他們想要晚一點 剛好你們又來 可能想說你們先按一按 是因為他的腳跑出來 看到他的腳跑出來 可能會涼到 因為早上的時候有看他就是 腳有比較腫 你看這一隻應該這一隻會比較腫 這隻腫的已經很厲害了 這一隻會比較腫 對對對 你看 這隻腫的很厲害 正常人也是啊 是是是 你看他整個腳都這樣子 是 你說你要循環過來這裡 不可能的事 是是是 他這樣子腳會麻麻 奶奶 你這一隻腳可不可以我們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給他弄子 因為你這邊腫腫的 你會麻麻喔 齁 這樣你的 你會不舒服 好不好 來 你可不可以自己弄 慢慢的 慢慢的好不好 很痛喔 對一定會痛 來 你慢慢的好不好 你放 先讓他休息 如果他真的很不舒服你 弄他他待會可能 因為痛 如果他動或是緊張的話 都會造成他的血壓會比較偏高 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蛤 休息休息 還是你要下來 要不要下來 他應該真的不舒服啦 現在他的呼吸已經好了 你剛才他就是 可能有磨 一方面可能這個臉比較痛 或者血壓比較高 讓他頭有一點痛 然後以他這樣子 讓人家呼吸 你看他這樣呼吸就可以了 讓他休息 只要你們量到血壓很高 絕對不要平衡 他一定是 抬高的 除非他是血壓很低 然後下肢抬高 然後 頭那邊平衡 OK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給他穿襪子好了